各位林里長,這就是我們市長室 居然是政府的市長室 你好 來自中山區的林里長們 來到市政府參訪 特別前往市府二樓貴賓室 參觀市府用來接待外賓的場所 因為大家都不記得 後面來就知道他們的三名 最後林里長們前往四樓簡報室 和市長謝國良和局處首長 進行座談,交換市政意見 林里長的部分 我們未來也會在113年度 跟114年度 我們會編列一些電動機車的預算 如果林里長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來申請 但是這個月費要自己給付 我們到時候會把這個發展 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好啦,就簡單這兩件事情 其實就是國良有在開去年 超過100場的林里長會議的時候 有提到要做的事 那今天我們來跟大家聊聊 包括中山里 包括文化里 還有包括居人里 還有黃里長市民治里 我們的里內的建設 那當然里長跟我們互動 本來就很密切 那但是今天也想聽聽 林長哥哥姐姐的聲音 我們盡量就把一些時間 給大家來分享 我們的區長呢 他做事非常有效力 他會記下來 我們確定 有一些是可以做的 我們請他記下來 會來協助我這邊 來跟大家追蹤執行 好不好,所以再次感謝大家 會議中對於林里聯外接駁交通 電線桿遷移 停車空間規劃 彩繪牆面清潔 及道路重新跑步等事項 林里長們 當面向市長謝國良反映 謝市長也才是相關單位協調後續處理 並追蹤後續圍管情形 已經是我們基隆市有史以來 李林長到市政府來 來參加跟市長直接的座談 我們的市長非常親切接待 現在已經幾乎到半數 我們有3300位的林長 現在這樣陸續下來 已經超過了1500位的林長 來到我們市政府簡報室 直接的跟市長來反映 尤其在交通以及我們環境 也就是環境保護的方面 大家都有卓越的見解 讓我們的市長在市政上 直接聽到我們里長給反映 那也會具體的來追蹤 辦理里長 林長所提供的 這些基層的心聲 要做解決的方式 來提供給我們基隆市更好的環境 透過每一場林里長座談會議 謝國良和基層面對面溝通 希望能夠有效解決問題 讓市府能夠更貼近民意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